所以这是我们郭迅纯第四度踏上奥运殿堂 他将挑战女子59公斤级的金牌二连霸 针对这次的奥运比赛 教练团也特别挖角了一个重量级的教练 来帮郭迅纯做调整 就是前奥运金牌名帅 是一个中国级的教练 郭迅纯表示虽然近期饱受腰伤的困扰 但他强调好会全力以赴 希望在下一届的奥运 可以再把奥运的记录再继续的推高 举重女神郭兴纯上届东京奥运夺金后 就迫不及待定下这次巴黎奥运的目标 但他的未免之路却遇上三大难关 首先是伤势 郭兴纯在东奥之后腰部一直不舒服 导致去年亚运未免失败 只拿下铜牌郭兴纯难以接受 我只能说 银牌铜牌不能满足我 教练透露郭兴纯每天接受按摩 针灸和高压氧治疗 复原的情况很不错 后蹲以前最多200公斤 现在已经恢复到190公斤了 而郭兴纯的第二道难关 就是巴黎奥运赛剧改变 女子举重从过去的7个量级缩减至5个 上届冬奥中国策略性放弃了女子59公斤级 但这次他们派出23岁举重好手 罗斯芳应战 这也是郭兴纯的第三道难关 因为罗斯芳不仅在去年世界举重锦标赛中横扫三斤 今年4月的泰国世界杯 更以停举抓举总和248公斤 打破郭兴纯创下的247公斤记录 目前在奥运积分排名第一 恐怕对郭信纯的未免之路带来威胁 为此郭信纯特别挖角奥运金牌名师 中国籍的菲律宾举重总教练高凯文来助阵 希望能改进弱点强化优势 郭信纯将身心调整到最佳状态 带着国人满满的祝福 准备迎战巴黎奥运 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放在已经完成了比赛 陆陆续续回到台湾的选手身上 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的 就是我们玉球男双的金牌选手王麒麟 他们在7号归果的时候 不是有很多大批的粉丝跟媒体 大家都去机场接机吗 那他的女友诗远也到机场接机了 不过呢就有酸民就酸说 诗远你现身这个机场接机 根本就是故意沾光 不过对此呢王麒麟他是非常的霸气 是一一的留言来户爱 而且呢昨天晚上嗨现身球场 要来探班女友实际的 以他的行动来保护自己的爱人 而陈诗远的啦啦队队友 也纷纷跳出来力挺 有位网友在网路上大酸说 陈诗远男朋友都拿世界冠军了 身为女友还不会帮忙背东西 只会出来沾光宣示主权 让王麒麟罕见动怒 在底下留言回应说 女朋友是拿来疼的 要也是我背她 户爱的模样十分霸气 即使遭到酸民攻击 陈诗远在7号晚间仍然照常上攻 而王麒麟也现身探班 更是当众大方放闪 只见陈诗远仍然带着开朗的笑容 让她的队友心运心疼不已 心运说 会成为我们的团宠不是没有原因 诗远就是一个亲切善良又可爱的女孩 只要跟她相处过一定会喜欢她 而其他啦啦队员芸汐和慕妍也纷纷跳出来力挺 大战陈诗远亲切又善良 男女朋友正常交往正常相处 见面互动最甜蜜也是人家爱的正浓烈 到底凭什么不相关的旁人要那么多的指教 王麒麟昨天去球场互玩爱之后 其实他晚上也po出了一张全家服 对是 画面中除了父母和弟弟之外 诗远也穿着轻便的衣服入境 看起来大家相处的是十分融洽 显然已经受到王家人的认可 王麒麟昨晚在脸书赛出一家五口的合照 画面中除了父母和弟弟之外 女友诚诗远也穿着轻便居家服入境 看起来十分浓露 显然已受到王家人的认可 王麒麟也在文中开心表示 回家真好 并笑称有这块金牌后 父亲节礼物 情人节礼物 李洋的生日礼物和退役礼物 应该都可以省下来了 王麒麟透露 接下来他会休息几天陪伴家人 或是出席一些活动 下周也要回归训练 因为马上就要和学弟搭配在出国比赛了 希望这段期间 球迷们能给他们一些私人空间 一出门就有人跟 还蛮可怕的 只能说李洋佩他们拿着金牌 回来台湾之后 走到哪里都是众人关注的焦点 那现在就要告诉大家 如果你想要见到金牌神手本人的话 要特别注意啦 因为王麒麟在9号 也就是明天的时候 他就有一场球迷见面会 那地点就是在台北的姓郁A11 那如果明天你要上班 你没有办法去的话 没有关系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 在11号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场可以见到王麒麟的机会 那就是台岗熊英他们11号的时候 是在台北的大巨蛋主场赛事 那他们也邀请到了王麒麟 来担任他们的开场嘉宾 而且在开场前 他们还会有一系列 可以跟球迷互动的机会 那由于李洋 他现在是跟着他的女朋友出国了嘛 所以李洋没有办法现身 那因此呢 王麒麟他是在明天 11号的中午12点45分 到下午一点多的时候呢 这个活动是没有参加门槛的 如果想要看到我们的金牌选手的话 记得要好好把握这两次见面会的机会了 是 看完王麒麟一系列的放闪活动 我们把焦点回到他的大宝贝李洋的身上 他今天一早就在社群媒体上 赛出与女友的合照 也是另类放闪嘛 对他们要出国了 然后他也说了 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出国没有带球拍 李洋王麒麟在巴黎奥运会上 成功未免创下奥运二连霸的记录 全台民众热烈的欢迎他们 一下飞机就引起许多轰动啊 后续的行程也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李洋今天一早就在Instagram上面分享一张照片 只见他戴着帽子 穿着休闲与女友一同入境 两人都笑容满面 看起来十分开心 他还在照片上 他还在照片底下附上一行文字说 人生第一次出国没有带球拍 所以我们看到李洋出国了嘛 但其实他刚回到台湾之后 他也马上回到他的新家领口 千万新家 对然后他的邻居也非常热烈的欢迎他嘛 所以刚凯页也讲到他的千万新家 其实他在日前在网络上公布一个开箱影片 开箱新家的影片 对所以引起了高度的关注 在运动最高殿堂巴黎奥运 完成羽球男双史无前例 连霸的黄金男双铃羊配王麒麟 和李洋今天早成凯旋归国 而李洋上午直奔回新北领口的新家 其实就在奥运前夕 李洋新家才刚装潢好不久 他也拍了一支自宅开箱影片 引起高度关注 哈喽大家好我是李洋 今天带大家来看我新装潢好的我家 李洋新家位于长虹交响院高档社区 格局为二房二厅二位浴 主工设计感强 超级收纳为主 但色系规划整体相当整洁 后方那个是你们家客厅吗 没错这是我家客厅 可以带我们大家参观一下 当然没问题 你喜欢的是什么部分 当然是我们家的沙发 平常都花多久时间待在客厅 大概九成的时间都待在客厅 要去睡觉的时候才进主播 我跟我女朋友就很常坐在地板上 就这样就这样看着电视 然后就吃就直接在那边吃 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是这一面墙 而最重要的餐厨房区域 李洋在餐厅空间上规划奖牌区 包含年中赛男双冠军 第一次拿到的世界雨连的最佳进步奖 2020东京奥运金牌 看着这些奖牌啊边吃饭我都得